大家好,政治揭露,喂,大家好 我錄的那一天是4月9日的晚上 已經是星期五晚了,喂,大家好 其實昨天的影片,就是335D 大家接收了很多問題,我都不排除 現在我錄這部影片,仍然有很多問題 但無論如何,待會再講我自己 在這件事裡面有什麼經歷 當然這件事就會關於沙嶺 殯葬城的問題 整件事現在開始會比較複雜 因為其實那些議員的態度 誰支持什麼,誰不支持什麼 其實報紙已經清楚列明了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講詳細一點 喂,究竟有什麼人 是支持這個殯葬城的呢? 有TVB也有報導,無線新聞 整件事當然就是越炒越熱了 另外,其實有一些 我都想跟大家講,譬如說舉例 劉細良的問題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在黃營裡面 其實內鬥得很厲害 打架,各樣東西 大家很多的憤怒 另外有阿布泰 阿布泰其實違反了消費品的安全法 即是說他進入了泰國的貨 沒有一個清楚的指示 但是有大量的黃絲就立刻去排隊了 一會兒我先去分析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 一間犯法的店鋪會這麼多人去支持呢? 一會兒再講 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邀請大家訂閱何志剛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還有按鈴鐺 請你會一天的12點和8點 留意我有沒有片出 其實也提一提聲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 這個政教論壇 這個星期只有一節 記住,先不好意思 因為世界局勢很多事情發生 可能我的時段 我只是一天推出兩套片 我現在規劃了 我有時候要推出多些 中美爭霸也不一定 可能沒有了個時段 不好意思 好,我們進正題 進正題說了一些 我很想說,但是昨天沒有機會說 其實這宗新聞是昨天的 昨天呢 那個17歲少年 在5月24日左右 2020年 他在街上襲擊青路障的一位女士 17歲 神高神大去打女人 然後被所謂的重判 我不明白頭條 星島為什麼這樣寫 裡面有很多黃絲 所謂的重判賠了三千元 香港的法官其實已經 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我說我這樣罵法官 導致官非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 我也是惹上了官非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覺得 星島這個評論 我真誠相信是 為什麼這個是重判呢 因為我問過一些法官 Sorry,我問過一些法律界的人士 他就說原來未夠18歲的人 就有幾種判刑 如果有時候會判去一些 譬如說奴教中心 奴教中心是最嚴厲的 但是也不會很久 如果是低一級的話 就不知道叫根身中心 這些都是可能是這個叫拘留的形式 他不可以回家的 但是教導所呢 原來就是可以回家 就是說 原本可能他讀了一家學校 已經不是很好 現在呢 或者是住了學校 什麼都好 判他入教導所 當然是一個壞記錄 但是這個人呢 是不需要拘留的 他不是入南童縣 他入教導所 只是 轉了一家學校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每天去幾個小時 一至五 上課堂 教他做人道理那類東西 他是不需要 他好像轉了地家學校那樣的 然後 他到處打女人 都是罰三千塊 那個兇徒呢 叫做黃浩賢 二明一言 就是浩景灣的號 你大概記得那個號 這位黃浩賢先生呢 他所做的行為呢 我覺得是很惡劣的 但是香港的法庭呢 放山完之後 就是說 竟然到處打女人 雖然未必打死別人 但是在馬路上 就在街上打 人家清老將 他就打人 都是判三千塊 為什麼不入他雙人罪呢 入雙人罪可以坐的 其實他是承認了暴動罪的 他承認了暴動罪 暴動罪 原來都是 去教導所真是不用拘留的 賠三千元轉學校 那暴動罪 那梁天琦坐了六年啊 又或者是 我認識的江銘啊 路建文 在旺角暴動裡面 他扔東西 參與暴動 判了七年 那這些是什麼 這些就是 我搞暴動 你搞暴動 但是你搞暴動呢 就是 轉一下學校 罰三千元 那我告訴你 我這個有做功課 我查完 我真的 嚇壞了 原來判得這麼輕 OK 我沒什麼時間 被迫都要講自己話 首先第一件事 我昨天呢 我是把335D 上載的時候 頭半個小時完全沒事 我整晚 不斷用我自己的電腦 用我手機看 都是沒事的 我老婆在加拿大 又去按 又是手機電腦 按暈 都是沒事的 那當然啦 我老婆住在哪裡 那是 YouTube當然知道啦 有IP的嘛 我試過在我加拿大的家裡 去拍片的嘛 基本上我們這些人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在美國的數碼霸權面前 是赤裸的 所以其實很奇怪啦 就是我老婆那裡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和我自己在香港 兩個人 總之自己呢 上網看一套影片 沒問題 但是你們不在 不在我住那裡的附近 我老婆住那裡附近 就每個人看都有問題 我其實呢 試過我的影片 說完了 可能我入圖也好 我的樣子也好 我的封面 我可以YouTube上的時候 我 他就是展示到我的樣子 面容扭曲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每個人 擺張相片 過去做片頭 其他的KOL 人家就沒事 我就出事了 你的樣子已經扭曲了 不知道為什麼YouTube 就是這樣做到你扭曲了 現在就做到 直接不讓你看 接著呢 我說頂不順了 十點多 我等你等你都不行 那我就再說一次 就是這樣了 就是我覺得是打壓 我認為 我真誠相信 是不是 YouTube又告我 你們是幾度去 圍攻我的 是不是 一會 一會 有一些所謂的建制派 看風水的 又對我一刀 是不是 一會 一會 我的視頻被人打壓 限流 什麼 甚至不讓人看 那另一邊 為什麼那些建制派的所謂KOL 他們就有幾十萬視頻 是不是 原來內容就是 只是放下 放下 馮瑩的 與交 那個事業線 三十五萬 就是 我的問題是 我不是妒忌 我不是妒忌 而是 我看到就是 他不是YouTube親生仔 YouTube就不會 不斷碎人去看他的視頻 嘛 為什麼他是建制派 會是YouTube的親生仔 而我呢 就變成YouTube打壓的對象 我忍了很久 但是我又不可以開名 別人幾十萬視頻 那我開名 那你就說 你 你 你這個呢 是什麼鬼 你是葡萄人 不是葡萄不葡萄的問題 我昨天的視頻說話是有質素的 我用這個 我用這個 劉利群的問題 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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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科累累 現在他進了這個 這個 食衛局 就是這個政策局 現在就是 要堅持 這個殯葬城 但問題的殯葬城呢 大家剛才看的無線新聞來說 就是很多深圳市街頭的朋友 他們都很反感 那當然 有些人就說風水的問題 無線就特意做 大陸也說風水的嗎 無論怎樣也好 感覺來的 就是他們最喜歡的市中心 他們不喜歡 對面建一個殯葬牆 就是大陸人覺得你香港 敵對中國 敵對大陸 敵對深圳 特意在要中港融合大灣區裡面 在一個重要接位 在這個羅湖站那裡 你 不肯 去 改造住宅 其實我覺得很大的問題 香港政府 你說港鐵今年是虧錢 但是平時每年都賺錢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要去深圳 程程要33塊呢 或者24塊呢 短程的可能24塊呢 是不是 我也搭過的 是不是 試過在某處轉車 去到粉嶺或者上水 再轉你 羅湖的嘛 是不是 可程就24塊左右 可程不是長的 問題是 羅湖站自己的北面就通往羅湖橋 但是羅湖站的南邊 可以建造交通設施的 比如說小巴站 那個沙嶺 所謂的殯葬城 那塊地 是可以建造住宅的 為什麼不讓我們香港人有房子住呢 我正在說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如果你在上水站或者粉嶺站 如果不是要收二十幾塊 而是收五塊至六塊 因為其實你講真一句 你在上水或者粉嶺 你去到洪磡 現在可能你八達通 我忘記了 大約七百塊左右 其實一個這樣的站的距離 你收五塊才是真正合理的 你當這個羅湖站 變成我們香港普通城市裡面的其中一個站 你在羅湖裡面 騰空了這麼多禁區的土地 為什麼不發展變成住宅呢? 港鐵 如果港鐵反對 減少了收入 就把港鐵國有化了 如果你要上市就繼續上市 你把你的物業資產全部扔出去 就繼續上市 但是你的鐵路服務就是收歸國有 將它政府是大股東 將它私有化 那我就簡直可以減了它五塊 羅湖站絕對可以 可以 就算它在鎮鎮的站口很難發展 但是它的站口 建一個小巴 就去到那個所謂殯葬城 在那個沙嶺殯葬城 就可以建很多住宅 建住宅是否好 用來做陰宅呢? 為什麼有洋宅不做陰宅呢? 為什麼禁區 這麼多年都規劃到不可以建設 但是現在把禁區縮小了 如果有這麼多處女地訂出來 為什麼拿來做陰宅呢? 我這麼說 YouTube覺得我 讀正的死穴 說林鄭原來故意升劉利群 就要堅持 要阻擋中港區隔 阻擋中港融合 要實施陳雲 港獨份子的中港區隔理論 那當然啦 那些人就說 喂不是喔 很多建制派都支持的 是不是? 我沒有時間說這麼多 不好意思 其實原來你們去看 支持的 當然就是有一堆反中亂港的人 鍾國斌、易志明、張宇仁 我研究過2015年的政改 這三個 明明建制派 是要製造劉會 誰知道呢 他們三個還加上一些人 和我們覺得很鬼的曾鈺成 他們就全部留在議會上 曾鈺成就說 他就表決了 本來建制派都走了 但是只剩下幾個 就是自由黨這些 漢奸走狗賣國賊 張宇仁、易志明、鍾國斌 然後還有一個叫潘兆平是勞亂的 當時2015年也是議員 他後來2016年是有連任 潘兆平是勞亂的 潘兆平留下來 在當時的政改是沒有投票的 因為他應該負責的角色就是 建制派走 留回潘兆平去管內叫數人數 誰知道他想叫數人數的時候 突然多了個自由黨那幾個人 還有田北俊 田北俊就沒有工作了 曾鈺成就做主席 就呂影外合和泛民在一起 讓政改通過不了 就是說他們明面這班所謂的建制派 要支持政改 但是心裡不想支持 現在就老點那些人全部都走了 我說回那些舊的東西 2015年6月18日的政改 這三個其中一個有份 所以這些漢奸 就會支持殯葬城 沒有的 在地產商的角度 你如果禁區這麼多處女地 彈出來蓋房子 而那些地以前是禁區 他們的地產商收不到 是不是?他們收不到 那就是說那些地 蓋了出來就不是益地產商 益了原居民 但是益了原居民 就多了供應 地產商其他草地儲備 會怎麼處理呢? 那就是多了供應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堆壞了它 堆壞了它 堆壞了它 但是我要公穩一點 工聯會有兩個都支持 這個沙嶺 但是工聯會另外兩個都不支持 郭偉強、麥美娟 那就是我跟陸順紅本身真的認識 我覺得陸順紅呢 他說有條件支持 原因呢 該處有舊三分存在 現時社會對殯葬需要要求恩切 必須解決 可以優化設計減輕影響 就是說陸順紅呢 只需要你滿足到 這個 譬如說舉例 用地的方法 可以處理到這個殯葬問題 這些舊三分我覺得都可以搬走的 為了中港淫合 為了令到香港和深圳的市民的關係更加促進 我覺得陸順紅呢 其實只是有條件支持 將這些殯葬的事宜 妥善處理他就可以撤回他的支持 我對陸順紅呢 我估計他是這樣看的 因為現在呢 《大公報》罵了兩天 陸順紅看到大陸很多人真的很不喜歡 覺得你香港人真的很混蛋 特意針對深圳人 陸順紅都聞到一股氣味的了 我估計現在 只要有方法處理到這個殯葬的事宜 他就可以撤回他的支持 但王國健是什麼呢 王國健就是原因 有關計劃已經做了前期的工程了 沒有理由反對 做了前期工程我們都是基建 是不是 你不搞不灰陰就可以建房子住人 加上社會上對殯葬需求恩切 最後呢 政府抽起沒問題 交上立法會就會支持 就是說呢 他都比較 彈攻手一點 你扔上去就投票支持咯 因為他有行政會議成員 原則上要支持林鄭咯 不要說 林鄭推了政策 他又不支持了 可能是因為一些政治的緣故 我不會說王國健是漢奸 自由黨我就覺得根本是一班漢奸 不要說笑 是吧 大哥 他是田北俊 一類的人 他跟曾鈺成一起合作怎樣 令到2015年政改通過不了呢 就這三個混蛋 來的 政治是很複雜的 所以我就說 建制派是有很多問題的 我沒有時間說阿布泰的問題 因為阿布泰很多支持的 因為其實他呢 是在違背消費品安全 就是說他在大國入貨 裡面是沒有中文的標籤 沒有英文標籤 可能也不知道合不合格的 就是說你這樣說 你賣那些貨 你隨時可能對市民產生危險 海關嚴正執法 是不是 你們這些黃絲 甚至殺人放火 做過 然後你一句說民主 你們可以什麼都做 現在你們阿布泰這些港獨分子 林景南 去搞一些違反香港海關法例 一句說 我以前做海關的 現在給海關掃 你就是以前做海關 所以你無法無天 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是不是 你連一些 我懷疑法庭是否給你買通 你給100萬就可以保釋了 你是嚴厲的一個港獨分子 為什麼你獲得保釋呢 我覺得初選案都有問題 現在呢 一群人在排隊嘛 香港的市民的智慧已經是低能的 我不知道這裡有多少個是 肥佬黎給錢的 或者是他的黨員給錢的一些 演員 可能也有些演員 他排隊站的 沒有說買的 你看到 香港呢 其實是需要 給這些仆街移民 早走早著 不要妨礙我們了 我想香港好 你們想香港衰的 你們這些仆街不加產 香港衰竹